乌克兰军队在哈尔科夫往下猛攻 向俄边境进发 看着架势 乌军要反攻俄罗斯本土了 那么真实的战况如何呢 观众朋友 网友朋友 大家好 我是傅田少 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事 俄军在顿巴斯地区的攻势 主要围绕着19母展开 在这个方向 俄军投入了重兵 部署有22个营级战斗营 而在整个乌克兰战场上 俄军的总兵力也就是99个营级战斗群 因此在19母方向投入22个营级战斗群 比例是相当高的 这几天 俄罗斯军队在战场上稳步推进 先后攻克了波帕斯纳亚和杨皮尔 表面看起来 俄军拿下乌东地区已经是稳超胜券了 但是乌克兰军队也并非没有打出亮点 在哈尔科夫周围的乌克兰军队就将一支俄军击溃 甚至向东推进了俄罗斯边境的定居点 特诺瓦 综合分析俄罗斯与乌克兰两方面的消息 目前激烈的战斗继续在哈尔科夫以南的19母周围 以及乌克兰黑海沿岸的蛇岛周围进行 上个月底俄罗斯军队在赫尔松附近斩短前进 然后就停止不前 俄军最近在19母周围占领了几个定居点 双方的主要作战方式开始改为攻击对方的补给线 俄罗斯军队在乌东地区的作战表面看起来有所进展 但是在哈尔科夫周围的防线仍然有可能崩溃 这又将威胁到一条60公里长的俄军补给线 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部 是第一个暗示俄罗斯军队被逼撤退到哈尔科夫附近俄边境的 乌方在5月10日表示 来自俄罗斯第六集团军第138独立机器化旅的一个营级战斗群 由于重大损失 越过边境逃往俄罗斯比尔哥罗多地区 这显然是俄罗斯军队因为兵力不足而造成的战线不稳 如果哈尔科夫的乌克兰第92和第93机器化旅 确实一直在推进到俄罗斯的边境 这将是乌克兰的正规军首次成建制的直面俄罗斯境内目标的情况 现在整个195方向的俄军总计约5万人 但其主力的补给线几乎只能依赖P79公路 其关键节点就是酷皮扬斯克 乌克兰第92机器化旅等部正在负责对该地区的攻击作战 是否能真正威胁到俄军的补给 甚至影响到在195地区作战的俄军的安全就成了关键 更令人担心的是 一旦乌克兰军队决心发动反攻 将直接威胁到俄罗斯军队的位于盆地的一条60公里长的补给线 这将直接关系整个乌东地区的战局 另外乌克兰军队在哈尔科夫方向把俄军推出边境线以后 还可以用武器直接威胁俄军在本战区的指挥中心和后勤枢纽 西方媒体估计乌克兰军队已经俘获了一千多辆俄军的装甲车辆 并开始使用美国和其他盟国捐献的数百门火炮中的一部分 乌克兰军队能不能组织起强大的预备役部队 并利用这些装备在一级目方向展开反攻 这才是观察乌东战局的关键 总体来看 俄乌军队在乌东地区的较量 仍然很难说谁获得了决定性的优势 俄斯攻克两成的确意义重大 但是在哈尔科夫方向吃了亏 未来双方对决的关键 仍然是俄军能否保护好自己在195的作战部里的补给舰 这场战事仍处于胶着状态 看样子还要打一段时间 目前距离得出结论还为时过早 好 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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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